我是如此相信爱情 我没有爱情 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我更相信自己 为什么 我回答不上来 你这个问题不好 他这个是在干嘛这个MV 这猪人你不会爱人拍的吧 有那个感觉 对啊 你说这个MV 我正准备说有没有女主角 这是你的 这个是她老婆 昆凌的 刚刚 现在就出来了 刚刚没看出来 不好意思 看来以后她的MV 其实是用她老婆来 科幻片 感觉 世界灭亡 对她老婆在那边逃亡 她在这唱歌 这两个就搁了一个地方 这边逃亡这边唱歌 还挺入戏的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是片子里面的男主角吗 他们是 这个里面有几对情侣 难道这个讲的是爱情的面吗 我觉得他们在放这个电影乐观片 就不应该唱了她唱歌的画面 我就让我有点太跳戏了 太熟悉是吧 对太跳戏了 就一边在拼命的逃命 然后就这样 主要是还放上那个什么 那个聚光灯 感觉会是一部科幻片 她本来就是观众人的感觉 她本来就是观众人的感觉 看到你们这石头是这 几层屋丢下来的吗 哈哈 这个是阿康哥吧 是吗 对 我知道里面是他 嗯 我也不认识他 我猜的 不感觉上 这个我所开的 跟当年 周杰伦开头文字D差不多 那个飘移 我也觉得这么模仿过来的 这是几国人的呀 感觉有日本人 有中国人 有泰国人 还有泰国人 确定啊 感觉有点像 还有欧美人 嗯 这个男的是那个 老西谷吧 谁啊 这个西谷是中国 不是他 你认错了吧 你认识他那个 军阀那个什么的 那个叫李老师吧 昆明以前演过电影吗 没有 好像没有 以前认识模特 他是文化出道吗 劫后重生啊 应该就讲个火山喷发吧 然后世界快变亡了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感觉 他的制作成本 应该挺高的 然后感觉 这个科幻力度挺大的 是不是妹妹 对 对 就是对的 对我说就是对的 然后这句人 这首歌挺好听的 如此相信 风格还是几十年没有变 嗯 还是符合我们这种老粉丝的 这样的一个 欣赏 欣赏度 总的来讲呢 这首歌的话 还是比较感人吧 感人 然后 嗯 他应该讲的就是 我是如此相信 人世间的一种给亲情吧 就是这个这个电影看起来也 我还是很想看这个电影的 看起来制作不错 然后最近不错 演的感觉也还可以 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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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了啊 嗯 我觉得他这个 嗯 更多的还是想要传达一种 亲情啊 爱情啊 对于人的很很重要性 比如说在灾难发生以后 然后这两个东西其实是 嗯 写得异常宝贵的 他这个电影应该是想要表 传达这个主主题 我觉得 嗯 还是比较符合大的社会价值观 到时候我还是应该会去看 因为毕竟是科幻片 然后 嗯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 就是 嗯 国外跟中国的一个和派这样一个 动作片 应该还是比较有意思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给我们点赞哦 关注 Fairman的频道